頭的不舒服 只要不是痛的 都把它講成頭昏 對 所以不是非常的有特異性 但是頭昏大致上可以區分成 簡單的兩大類 一類就是天旋地轉 昏起來會覺得好像地震 然後站不穩 這叫眩暈 所以如果我們講眩暈 通常就是帶有這種轉的感覺 那另外一種昏就是 單純昏 但是沒有這種轉的感覺 那頭好像輕輕的這樣子 我們就會把它簡稱 口語說成頭昏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天 你是不是也曾經有過 坐下或者是轉頭的時候 突然覺得天旋地轉 頭昏目眩的經驗呢 小心這可能是耳石脫落症 什麼耳朵裡面有石頭嗎 而且根據統計 每五十人就有一個人會發生 今天我們邀請到腦神經科的專家 林俊仁醫師來接受訪問 醫師教你頭暈 暈眩該怎麼樣自救呢 醫師好 小天好 大家好 醫師 頭暈的原因應該多到數不清 有沒有幾個原因可以幫我們稍微列舉一下 頭暈是我們腦神經科在門診 最常遇到的一個主宿 我們台灣人習慣把頭的不舒服 只要不是痛的都把它講成頭昏 對 所以不是非常的有特異性 但是頭昏大致上可以區分成簡單的兩大類 一類就是天旋地轉 昏起來會覺得好像地震啊 然後天旋地轉在轉這樣站不穩 然後這叫眩暈 所以如果我們講眩暈 通常就是帶有這種轉的感覺 哦 那另外一種昏就是單純暈 單純昏 但是沒有這種轉的感覺 那頭好像輕輕的這樣子 我們就會把它簡稱 口語說成頭昏 所以當一個病人說他頭暈或頭昏的時候 我們都會特別去問他有沒有在轉的感覺 有的話我們就會把它歸類在暈眩這一塊 哦 然後再去仔細去分析他是哪一種暈眩 那如果是暈眩的話 他大概會有哪一些因素導致 是 暈眩的話其實又可以分成好多種 按照他發作的原因分成中樞性或者是周邊性 那所謂的中樞性就是腦子出問題了 大腦或小腦的問題造成的暈眩 這個比較嚴重 那比較常見也比較沒這麼可怕的 叫做周邊性暈眩 突然發作然後天旋地轉 然後很不舒服甚至會想吐 其中又可以分成好幾種 那最常見的就是剛才有稍微帶到一點點的 就是耳食脫位 那耳食呢 耳食是什麼 就是腦神經裡面有一條叫前庭神經 它是在我們耳朵裡面 它就是掌管我們平衡的 當我們頭在轉動啊 或者是我們在改變姿勢的時候 它的前庭的神經就會去偵測 我們的頭部的這個擺位 那把訊息告訴我們大腦 那我們就知道我們的方向 那這樣子我們就會平衡就不會頭昏 那裡面有一個感測器叫耳食 它是一個蓋化的一個東西 那它那個耳食呢 有時候它不明原因會脫落 這個脫落呢 它有時候是小車禍或撞擊 但是大多數是沒有原因的 它可能脫落或者是有一點點剝落了 那這個耳食脫落的這個小屑屑呢 就在我們那個回路那邊 三半輝塊那邊一直繞 一直轉一直刺激 然後所以你就會頭昏 那這種耳食脫位的頭昏呢 就是它會很暈非常暈 而且是即興的發作 然後呢你沒辦法張開眼睛的 眼睛只要一張開就會天顯地轉 所以這樣的病人呢 一發作的時候就是眼睛閉著 然後頭不能動 然後甚至只能坐著或躺在床上 然後只要一移動 就又發一個很嚴重的暈眩 那通常是怎麼樣的病人 會發生這樣子的狀況 有沒有什麼就是耗發族群 是 其實耗發族群不是很明顯的 有一個特徵啦 但是經過統計大部分比較多是 年紀稍微大一點 然後女性也稍微多一些些 然後也有一些統計說 這個糖尿病的人啊 或者是這個 維生素D缺乏的人好像稍微高一點點 那但是不是很明顯 所以其實每個人在中期醫生都有機會會發作這個 這種的暈眩 那如果是關於耳食脫落的話 醫師通常是有哪些治療方式 因為我記得醫師好像有提到一個 治救的方法是一個副位數 耳食脫位就是最常見的周邊型的眩暈 它是算良性的 那只是說它發作起來很可怕 就是病人都不能動 最好的治療應該就是 由醫生來做一個副位數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說耳食脫位 它就是那個穴穴在半規管裡面刺激 在那邊繞 所以呢 我們可以經由醫師做一個副位數 用一些特殊的手法 把他的頭做特定的姿勢的擺動呢 那有機會讓那個石頭再掉回原本的位置 那叫耳食脫位數 食物上有點困難就是 病人他已經很不舒服了 很難叫他下床然後再去醫院 在最不舒服的時候 所以其實有一些方法可以治救 那治救的方法其實就是類似耳食脫位數 我們用自己來做這個耳食脫位數的一些擺頭的姿勢 來達到這個腹位的效果 那當然用口頭講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後來在這個網路上發現有一個學者 他自己示範了一個這樣子的自我復位數 那我們覺得這樣很好 所以我們後來就請我們醫院的這個年輕的醫師 也拍了一個影片 教大家怎麼去自己做一個治救的復位數 有影片就比較清楚了 對對 那他那個好像這個翻來翻去 所以我們給他一個名字有趣的名字 叫做半翻筋斗復位法 聽起來應該要想辦法做 那其實講到暈眩啊頭暈 其實我們比較常聽到的可能是低血壓低血糖 那這兩種我們可以怎麼樣去分辨說 我現在的頭暈的原因可能是什麼 剛才提到的這個耳食脫位這是眩暈嘛 就是天旋地轉的 那如果沒有帶有天旋地轉 那頭昏昏的 甚至有點有時候快昏倒那種感覺 那就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那像剛才小天提到的這個血壓過低啊 或什麼的 這種就是他不會帶有眩的感覺 他可能就是頭昏 然後好像眼前快要一黑要跌倒了 那種感覺 尤其是會發生在一個人剛坐著剛站起來 或者是躺著剛起身的那個時候 改變姿勢變成直立的那個時候 有時候會出現 那這個很常見叫做直立性的頭昏 或叫做姿態型的頭昏 那就要去看看他是不是有一個 姿態性低血壓的問題 這病人可能平常血壓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直立一站起來的時候 血液往下肢去堆積的時候 腦部的血不夠 就造成這個姿態性的頭昏 那是不是還有一些是跟腦神經的病變有關係 對 他是腦神經的那個疾病 但是他以頭昏來當作其中一個症狀 小腦的病變 或者是某種這個巴金森氏症 一些非典型的巴金森氏症 或者一些更特異更少數的這個 小腦萎縮等等的 他也會以頭昏來表現 不過這種的病大概就不會單純只有頭昏 通常他會有很多其他 其他的症狀 對 其他的神經學的症狀 那這種的就是屬於我們剛才提到的中樞型的頭昏 那假設醫師剛剛提到了這麼多的病 病病症都把它排除了 是不是有可能是我們平常壓力太大 也會讓我們頭昏 的確有一群人他是沒有辦法分清楚的 他可能也沒有明顯的暈眩感 然後檢查什麼檢查都正常 那這種病人有時候會被我們歸類在一個 比較像是垃圾桶一樣的 就是說沒辦法歸類的頭昏 那這種叫做PPPD 三個P 一個D PPPD 對 這個通常的翻譯成中文就是 它是一個主觀性的持續性的一個頭昏 那這個常常跟他的情緒壓力睡眠很有關係 這樣的病人可能常常比較是會超凡的 或者會焦慮的病人 然後常常合併一些頭痛 或者是身體這裡痛那裡痛的一些 一些慢性的疼痛症候群 那這樣的病人常常也會抱怨頭昏 其他的疾病都排除了 有時候就會落在這個診斷 那就可能就要整體性的去考量他其他的症狀 然後給予相關的治療 那如果病人問說 醫師那我這一種的頭昏到底要怎麼辦 醫師通常會怎麼樣給予建議 你是說PPPD嗎 對 就是這種壓力比較大 這個好問題 通常最基本的就是要找到可歸咎的壓力源 如果能夠去除是最好 找出你的壓力是從哪裡來 對 然後多運動 然後改善睡眠 這些都可以用一些非藥物的東西來幫助 甚至現在有一些研究發現 靜坐冥想也有一點幫助 可以放鬆身心 那如果說我們察覺到他有一些情緒或焦慮的問題 可以給予相關的藥物 給一些抗焦慮的藥 抗這個憂鬱的藥也會有幫助 那醫師問題來了 假設今天當我們覺得暈眩的時候 我們有注意到哪一些的狀況 是需要馬上去看醫生的 這個我覺得大家應該蠻關注的 對 這個最重要了 就是說當頭暈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危險的訊號 那剛才提到說暈眩可以分成周邊型跟中樞型 其中中樞型的常常都是比較嚴重的問題要趕快來醫院的 尤其是急性發作的話 那常常是比如說小腦的中風 那影響到平衡就會急性的暈眩 怎麼判斷它是中樞型的暈眩呢 就病人端來講我們通常會跟他講說 你這個暈呢是不是只有暈還是有其他的症狀 因為會造成頭昏的這個中樞神經的問題呢 通常他常常會合併其他的症狀 比如說小腦的中風小腦的出血 他常常會合併這個講話呢 口齒不清 或者是他的 呃 步態是不穩的 他走路可能會搖搖晃晃 或者是他手拿東西會拿不準 比如說他要拿桌上這支筆 他會對不準 會有這種協調困難的問題 那如果是比較慢性一點點的 比如說像這個某種巴金森試症 也會常常偷暈 那這種就是他還會合併一些 典型巴心腎的症狀 比如說是不是 肢體會很僵硬 走路會小碎步 等等的 那今天呢 感謝醫師來接受訪問 謝謝醫師的分享 謝謝 那節目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如果你喜歡早安今天的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 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們的最新通知喔 谢谢大家